还有民调感到头痛 那么于是想要征召胡志强北上 来竞选台北县长吗 胡志强他说他根本不可能 这样子会害他名誉扫地 我们一起来听听 现在就公开声明没有这个事情 也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个事情 我也没有这种心理准备 也没这个打算 而且实际上没有可行性 叫我离开我自己台中市四个月 去取得被选举还选举的资格 那我台中市就怎么办 这四个月难道我户籍不在台中 还要做市长吗 怎么可能不可能 可行性根本不存在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做 我的名誉会扫地 台中市的街道会变得比较干净 因为我就名誉扫地了 胡志强开玩笑说 这样会让台中市的街道比较干净 因为他名誉扫地 那么这是胡志强 显然台北县长并不是他的最爱